中国对美产高粱征保证金后,五艘美国高粱货船改航道寻新买家。 中国对原产美国的进口高粱征收保证金,五艘正前往中国的美国高粱运输船临时改变航向寻找新买家。 据路透社4月20日报道,近日美国农业部,USDA,联邦股物检验署的出口检验数据显示,20艘共装有逾120万吨美国高粱的船只正在海上航行,价值超过2.16亿美元。 4月17日,商务部发布公告称,决定自4月18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,按178.6%征收保证金。 路透船运数据显示,在中国宣布上述消息后数小时内,这些船之中至少有5艘改变了航向。 据路透报道,这5艘船的目的地都是中国。 若根据这批高粱的价值,缴纳保证金后,这笔交易将无力可图。 有贸易商表示,这些货物的所有者可能是全球四大粮商美国家籍,Catio,公司和ADM公司。 路透船运数据显示,名为Ambronanza的货船此前从美国德克萨斯州Corpus Christie码头装了ADM公司的高粱,本周稍早正横穿印度洋向东北方向行驶,这正是驶往亚洲的方向。 但在商务部发布对美产高粱征收保证金的消息11个小时后,该船停了下来,然后改变方向驶向西北。 在有70,223吨高粱的RB1等号船在同一个的码头装载ADM的高粱货物,其原本从南非外海朝印度洋东北方向行驶,后也掉头了。 同样,装有加级高粱的三艘船也突然改变了方向。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船要驶往哪里。 交易商表示,这笔巨额保证金足以中断美国向中国出口高粱,美国高粱需要寻找新的买家。 路透远引中国行业人士的消息称,上述货船的部分高粱可能会被运往到东南亚,比如越南和菲律宾,为当地的中国饲料生产商提供原料。 不过,对于美国高粱来说,难以找到像中国这么大的买家。 中国是美国高粱的最大买家,美国粮食出口行业组织美国股物协会的数据显示,美国出口高粱的四分之三以上卖给了中国。 美国在2017年向中国出口了约480万吨高粱,价值约10亿美元。 而越南等上述国家都是比较小的高粱进口国。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,越南从未进口过美国高粱,菲律宾17分之2016年度的进口量仅为19000吨。 有贸易商表示,如果高粱价格远低于玉米,韩国可能会考虑进口美国高粱。 但目前高粱中丹宁含量,可能会使韩国饲料加工行业很难进行调整配方。 有分析认为,美国可能将部分高粱产量用来生产乙醇,但是替代玉米的数量估计有限。 一位美国贸易商称,高粱可以与玉米掺混,生产乙醇,但是最多只能占到40%,才不会影响到玉米酒糟质量,而且只有当高粱价格只有玉米价格90%几以下时,这样的做法才可行。 东方艾格农业高级分析师马文峰对澎泰新闻称,虽然中国是高粱进口能大国,但其替代品比较多,比如玉米。 中国玉米近年来库存高企,可以用来替代高粱。 此外,作为高粱进口大国,中国也正在加大对澳大利亚等国家高粱的进口。 路透原引贸易商的消息称,中国已预定了4万吨澳大利亚的高粱。 受中国需求加大等因素影响推动,澳大利亚的高粱价格已经出现上涨。 此前美国单边挑起贸易争端,中国使出杀手锏,拟对自美进口的大豆加征25%的关税。 这场角力或悄然重塑全球大豆贸易流,中国加大对巴西等国家大豆的进口,美国加大对欧盟等地大豆出口。 马文峰分析称,和大豆贸易类似,全球高粱贸易格局也会有一定改变,同时也不乏由美国高粱经一些国家中转后再运往中国的情况出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